满是泥泞 全是垃圾和泡水家具 台风山竹清洗香港后 街道满目疮痍 水位消退 大树横躺在路上 满地保特瓶塑胶垃圾 汽车只能从中间缓慢开过去 当地政府估计至少影响 600条道路通行 香港周一正常上班 一整天交通运输大打劫 地铁没办法疏散大量上班人潮 民众怨声载道 有人光通勤就花了七个小时 目前巴士地铁全面恢复通车 预估交通完全恢复将损失约 四十亿台币 不只香港 澳门街道也满地垃圾 政府单位出动灾后清理 协助民众生活回归正常 山竹大风大雨横扫过后 广东深圳沿岸边也布满大量垃圾 当地派出五艘船才把将近200吨的垃圾清理干净 可以想见台风当时强劲风势 连房屋都被吹凹 建筑支架明显外露 带来的雨势让广东许多低洼地区还泡在水里 大水退不去 当地的潭江 那么就出现了这个江水倒灌 当时这个江水上涨得非常明显 店铺还用这个抽水的方式 把这个里面的一些水抽到外面来 当地政府深入灾区帮助民众 预估广东可能损失将近191台币 大爱新闻阳情编译 至于在更